現在我們有朋友提問給你 你問答不答好 大家都很想你講一下 講些什麼呢 看一下 看不見到 如果美元大跌 那賣什麼外幣好 歐元、澳元、英镑、家園還是日圓 那你那是一個如果的假設性問題 是不是? 我就覺得這樣的 其實呢 外匯呢 你不要覺得 就是有很多個說法 包括任志剛 又在說遲了會unpack的 那我就覺得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就不要覺得這麼大的假設性 反而你應該去想一下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美金 我們會有的所謂避險貨幣 當然就是五眼貨幣 視乎你真的會去哪裡 譬如你上XC.com 你看一下 就現在那個匯率是怎樣 你通常你會是去 當你是去英國 那你就去選擇了 就是有些是做一些equity link的東西 但是你很難去預測究竟 就是美金對港幣就是另一種東西 7.75%到7.85% 就是所謂一個這麼短的range bound trading 你怎麼去speculate 我就覺得是最難去做的一件事 但是呢 通常那些人都會是持有美金是最多的 那你說去 versus 別的貨幣 歐幣 英鎊 加幣 看你怎麼去做 你去做一個currency futures 即是期貨的currency的對沖呢 還是一個所謂margin advocate的對沖呢 這個 我不知道Angie你住在哪裡 你會去哪個五眼那裡 就是你如果你是 只是去貨幣的股其實是困難的 就是說一澳幣由5點多 去到6點多加幣現在又強了 那trend是很難猜的 next 還有什麼 那剛才的朋友滿不滿意前三的回答 那現在這個朋友就這麼說的 不過這個我覺得可能你都比較難回答 這個問題就比較 因專制而遲了即想找一段拍照的 這個可能難一點 曾經做過物資管理 物資管理 我以為他是做物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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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老實說 建制或非建制 你都可以很害怕 其實為什麼你要等待8月1日呢 先害怕 因為這個大律師公會出過兩次的質詢 就是在說 就是究竟 港版國安公署賦予移民的權利 不讓人上機或者入境 其實是不需要等到8月1日之後才 現在都可以的 它根本就有些資料在這裡 是不是 如果是 為什麼要真的8月1日 8月1日那個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現在走的安全的氣數會高一點 越遲走是不是風險就越高呢 可能現在大家都這樣想 其實是看北京講什麼 其實你覺得林鄭有任何意思嗎 她講一些話 林鄭講的東西是完全沒有意思 而且是完全沒有power的 但是現在我自己想 這個朋友可能都有留意 你的資料有沒有爆 就是警察有沒有抄下身份證 如果沒有爆 可能我自己想 可能還是安全的 你所有的資料的了 現在 他宣誓辭了職 但是他做馬資管理 這個是警察知不知道 還有現在打壓的層次 有沒有去到這個位置 戰術講到2014年 是的 2014年 是的 這個是戰術 還不是反送中 還不是反送中 是的 是的 講一些歷史很久的事情 可能這個風險 是不是未必要這麼高呢 包括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私下 在這裡談的 那些朋友就千萬不要用我們 你講的這個做一個標準 是的 是的 前先生 你今天 不要這麼害怕 如果是 其實是要有事發生 就anytime有事發生 要不要這麼 就是不是 是的 我想如果你要走 就走 不要是 就是 怕得這麼厲害 你沒有事情做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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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多人 現在 你呼吸得 政治不正確去呼吸 都不行的了 是不是 那又怎麼樣 嗯 那麼錢 我想問你 我們可不可以固定 每一個禮拜二的晚上八點鐘 直播啊 那我的朋友可以固定你 我們這個頻道看你的節目 一個禮拜一次 你覺得好不好 好 好的 好的 我們固定了 有時候大家都忙 這些朋友都知道 到時都可以提一下問 那他們對經濟方面的問題 可以問一下你 因為很少有人 好像你這麼好嘛 可以給大家解答一下問題 好嗎 好的 是的 我們預料 又是支持 大家互相支持 錢志堅的頻道支持 看中國 看中國又支持錢志堅的頻道 大家 你這樣說 好像大家都很溫馨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要的 我現在個個都要朋友 總之是講真話的 就要朋友 沒有了 你都不朋友 誰知道要誰先 是的 齊上齊落 好 那麼好 不是 可能一蓋全部蓋了 你根本上不到網就蓋了 是嗎 還有一個問題 過多幾年 香港會不會好像大陸這樣 行外匯管制 這個問題你答不答 是 你不要說外匯管制 你想想 Lucy 早上十多年前 大陸你去外國旅行 你都要申請 我覺得 接下來 玩的就是 很似乎 駁 也是玩到哪裡 因為現在你說的 有些城市 都是有個 rating system 你的 credit rating 低你都買不到飛機 買不到機票 對不對 那香港現在你搞的那些安心碼 我不用安心碼 我不打 就是說 他給我的那些疫苗針 是不是我要判斷 我不知道玩到多瘋 到時候 會不會 往後就是說 credit rating 好像裡面的某些城市 香港 西藏 新疆 香港 是不是都會這樣 反而要想一下這件事情 不是外匯管制 你那些錢 出不出到去 現在是一個question mark 就是 會不會限制你每一天的額 是有變化 這些東西 可以是 變化是一夜之間的東西 那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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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很隨著那個政治因素去做的 我就不做這個prediction了 厲害的建制的人已經走了大部分的錢 香港 我想 支持民主的人還是對香港有個憧憬 有些死都不走 就是 餘生歸香港 我就有另一種看法的 就是 有個犧牲的精神 和 你 將你的資產部分 轉出去 是兩樣東西的 就是 你可能 餘生 你打算 你都六七十歲 你可以犧牲去 正常人 去為香港犧牲 就是他逼到你要 坐牢 有些人會有這樣想的 但是 你的下一代 未必 要陪你去 做這個 這個 這件事 對嗎 就是等於我大陸的朋友 跟香港的很不同 據說他知道 他在被人調查 他叫那些弟弟千萬不要回來大陸 他搞就行了 害死 但是 我們香港人是講 情義的 你看看 現在 犯明的朋友 他那些老婆子女 女朋友 小孩 全部都經常去荔枝角探 這些就叫做人間有情 大陸就是搞到 個個都很無情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愛是沒有心的 共產黨 那就變成了 都沒有心了 不要害了自己的子女 但是這件事 就是制度不好之下 那些人都不敢進去 就是可能是個冤獄 但是呢 一被刑事起訴 99.99%都是有罪 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就是有沒有外不外匯管制 不要想這個東西 就是你如果你是 需要offshore的 你就offshore 你就跟回一些 建制佬是這樣做的 你跟他做 沒錯的 講到這麼多了 好嗎 五十多分鐘 是啊 這句話才是根據 大家記住 你看建制的人更敏感 像錢先生說的 人家比黃絲更敏感 人家走得更快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聊天 因為我們都是香港人來的 聊天 我真的 我現在 老實講 你看到我 唉 真的很尷尬 我 為什麼四支旗都有呢 Lucy 最後講一下 我都說你 千萬不要被人說你不愛國 說你犯國安法 你也有個中共旗 有香港旗 有英國旗 我認識的 正體字的中文多於13億人口 正體字中文是proper的中文字 雖然我以前的中文很糟糕 但是呢 現在我想 寫了這麼多年 中文不糟糕 就是說呢 中國的文化 我想我 我不是不感受的 是不是 我也是在說 在捍衛一國兩制1.0 version 當然我在英國殖民地時代出生 我沒有把美國旗放在那裡 我在美國和加拿大工作時間是十分不短 現在身處在香港 下次把美國旗放在那裡 總之就是 香港應該是一個國際的都市 但是現在搞到就是 在搞文革版 這個就是 他們搞成 總之 齊上齊落 香港加油 好的 我們下個禮拜見了 錢先生 好的 堅持 大家不要不開心 還有我做個廣告先 我馬上會請大紀元營察場的六傑女士來做一個直播 講一講有關大紀元這幾年之間多次遭到被人破壞 看一看他們現在的生存環境和他們的心態會是怎樣 希望大家就馬上轉到下一個我的直播來看 多謝了 我們現在 拜拜 好的 好的 講多一句 Lucy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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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很多 我們有很多屁股在這裏 有家店叫ofvally hot 那些生意一般的 那一些屁股 光顧一下一家在荷里活在一起 一家在合國在對面 不知道怎樣去 那就聯絡我 你們叫kape 那麼可以 你想要讓他們叫他被他電話 我給他做個採訪 不好意思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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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喜歡嘛 OK 麻煩大家 拜拜 我們待會見 拜拜 拜拜